觀光室將鄉鄉選佈 落月開始 禁止流行團去中國 不過這落月到八月是越有大過 所以說這禁令是他們去觀光業者大空義 交通報章王國債的表示 我們是早到電視生意 中國算是一直在去無空 所以說就要等中國願意開放他們的人來台灣 我們才有可能讓我們的流行團過 觀光室設置會不宣布說 考慮到中國跟黨還沒開放 中國團體來台灣 之前又宣布改變英國空三寨航路 運行的方式衝擊飛行安全 政策變經和國人航運安全這些因素 如流行業二月開始 從這條南去中國的流行團 流行業是大媒金團令無法管 而且六月後是剛好大的大月 早就已經受團費的電金了 發表嚴重的憤怒跟抗議 昨天發布這一則新聞 讓我們很多業者雞飛狗跳 第六月份已經收客六七七八成了 那比較特殊的旅遊景點的話都是七八月以後都已經收訂了 那這些旅遊糾紛如何善了 因為大陸的不友善 你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去做反制 不應該把消費者跟業者綁在你的這種兩岸意識形態 政治爭鬥上面 根據國外如有定性化的客戶 出發之前有法定的原因來改毒客戶 因為不可控制的因素可以改毒 如行業必須要把一間大陸的行政委員 或是一間大陸的必要匯獄 靠渡後後替錢讓你客戶 如果是定間一間大陸就算 儀款可以拿 這陸客也會有損失 對這交通報告已經請觀光室和業者開會 我們這最希望跟大陸在後的團對頭前 梳起三月到五月也會給國學業這麼必要的協助 如果他們團克開放過來 那另外不再有一系列的這種動作 包括像M503應該盡量盡速跟我們做溝通 我想這也是留下一個 一個我們希望得到的這個回應 如果這個回應我想說後續還會再做檢討 外團困安黨委和情政部門 對組團去中國的政策的意見不一樣 交通報中心說 世界各國對團客的往來都是相向的 臺灣去年代就放出生意 說三月要開學出團中國 但是對方沒有生意 甚至是惡意 下部會是有強制要停機組團 記者總好報道